這輛中型貨車星期六中午近12時 由屯門公路駛入南地交匯處時 懷疑撞到路牌失控犯側 18歲的女乘客拋出車外被貨斗砸倒 救護員到場後證實她已經當場死亡 而22歲的男司機事後自行爬出車廂送院治理 受到意外影響 屯門公路往洪水橋方向 不能經支路駛往南地交匯處 現場交通一度擠塞 揹剪刊